大家好 我是娜娜娜娜 今天要講就是 當你的魚香外套 破有一個很大的洞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補它 那我這件魚 Wyoming為她穿的 至少有五年了 但因為她破着那個洞越來越大 所以我特地買了一個徽章回來 然後又要去... 去補這一個洞 那我現在先把 破掉的布呢,先用手縫的方式把它縫合起來 等一下我再車徽章的時候會比較好車一點 那如果說你破掉的洞沒有像我的外套這麼大一個洞的話 那你直接就是那個徽章放上去,然後用主針固定住車縫就可以了 好,那如果你想要看那個徽章的車縫方式的話 從3分之45秒那裡開始看 這一段我只是示範給你看說 當你破掉的洞太大的時候 你可以先用手縫的方式先把那個破掉的布先縫合起來 就可以找到錫子符雕去這邊 然後放一筆到送回子 然後拉折了 好,那我们先来把徽章呢,放上去 那现在有一些徽章呢,它的背面有焦 所以呢,你可以把徽章放上去之后用熨斗熨一下 那或者是你可以像我一样就是直接拿出针固定住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K 好,那车缝徽章呢,就是沿着它的轮廓车在边远处 尽量缝缝不要车太深 然后边车的时候边注意一下下面的布是否平整 那你就是呢,沿着它的轮廓慢慢车 有弧度的地方呢,就车慢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尽量徽章呢,在选购的时候呢,它的轮廓越简单越好 这样你在车缝的时候也会比较好车一点 我曾经有买过那个鬼席的徽章 结果那时候买的时候还很 那时候买的时候很开心这样 结果在车的时候就觉得很痛苦 因为它的那个零零角角色太多 好,那我们快要车到那个开始的地方了 好,车要开始的地方呢,倒个针 好,那我们可以车的地方 线头剪掉之后呢,我们就看一下有没有测好 那测好它就是长这样子 那放到那个正面呢,虽然会有那个线的痕践 不过,嗯,不要仔细看的话,其实也还好 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 그대로。 現在放着埋卡 充满头说 anta 什么 如果 他们